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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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不用介绍 但还是介绍一下 我们对资安界的琢磨最深 投入很大烈的王仁甫 王总监 我是资社会资安所毛敬豪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我先做一个引言 下一页 那我可以用手动的帮我下一页 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论坛 希望大家先进从食物的观点 来给大家一些经验的分享 一开始我们大概知道 公控的问题蛮严重 不管是Internal Blue 在内网的扩散过去的一些例子 下一页 再来是Trisis 我想各位专家应该都非常清楚 Trisis他是首个 针对安控的仪表板 去做一些控制器做一些攻击 下一页 当然这个乳虫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 Conflict 从2008年就开始到蔓延到这 而且我们发现很多公控的问题 其实很多是IT问题的延伸 最后一个就是VPN Filter 其实当大家开始出力 远距的工作或远距的时候 其实VPN是蛮被广泛应用的 但是其实我想大家对VPN的问题 还是很疑虑 尤其是在这个资安的这个 尤其VPN它本身到底安不安全 好 再下一页 好 所以今天 这个蔡总统其实在之前 日前有特别强调说 我们要推动主动式防御这个概念 那我想主动式防御这个概念 它是2011年从美国国防部 提出的一个防御策略 那等一下这个详细的防御策略 我想等一下我就请我们这个 这个仁辅兄 等一下可能可以帮我们先remind一下 这个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 好 那下一页 好 那今天我们很快就单刀直入 议题讨论就直接有两个讨论 那等一下每个讨论 我都会请这位语谈人 帮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好 那第一个讨论 比较偏向在威胁的面向 到底这个OT自动化跟智慧化 带来哪些资安的风险 还有OT相关的供给项料 那我直接自己分享一下 我从业界看到的 大家以前都说OT都封闭 后来问题是要做AI的分析 所以资料一定要送出来 送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些挑战 这是第一个讨论议题 好 那第二个讨论议题 我等一下再说明 那今天请各位这个参与的这个伙伴 准备问题问我们 我等一下会留大概十几二十分钟时间 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这个 现场的一些讨论的回馈 好 最后再请各位语谈人做个结语 好 那首先我想先请这个仁辅兄 针对这个主动式防御跟我们第一个议题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些分享 谢谢主持人 那首先我要谢谢那个李德财资委 李德财院士 就是国安会前资委 在整个资安级国安1.0 其实对于OT场域建立了整个防御的策略 那也通过了资安管理法 然后把整个关键基础设施 巴拉关键基础设施 纳入整个资安的范畴 然后建立一个防御体系 那在这样的防御体系之下的2.0的策略 总统也讲出了主动式防御 那主动式防御其实在2011年 美国提出来各国也在提 那例如说日本的话 是2019年的安倍首相也提出来的 那主动式防御 今年美国也开始要准备入法 那入法的重点就是希望能够达到 所谓的归因 然后阻断还有减灾 那为什么归因在OT里面 慢慢非常重要 因为美国发现说 OT假设受到像Ransomware 或很多病毒或很多事件的感染 事实上它的风险可能不止 只是网路它可能是违韵的停摆 甚至造成人命的伤害 所以他们例如说 他们希望如果法案通过FBI 事实上可以做归因甚至阻断 例如说暗网上面 如果有一些病毒 或新的太阳或新的攻击 甚至FBI是可以主动把它拿掉 所以主动式防御 事实上建立在一个所谓的体系 你可以主动是去增防 甚至去把它拿掉 那当然很恰巧台湾现在的法务部 最近也发布了所谓科技侦查法 那就是说美国已经通过了 美国在前年的时候 FBI事实上如果要调查你手机或什么 它事实上可以植入密码 当然需要检察官的同意 或者是它可以主动追查溯源 这是主动式防御的一个根因 那自动化 那这个归根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主动 是因为大家也发现骇客攻击 现在也是都做用AI 也是都在做主动化攻击 所以在自动化跟智慧化的资安风险 其实上也就是骇客在智慧化自动化 所以第一个怎么样找出源头 然后第二个怎么样阻断它 例如说DDoS攻击 怎么样能够阻断 第三个才是在减灾 在怎么样设下断点 换句话说被大规模攻击之下 我们怎么样可以停损 例如说这次的中油案件 我每次开玩笑说中油为什么 POSE机被打以后整个违孕没有中断 是因为我们的加油机还没有数位化 所以还可以加油 万一如果加油机也可以数位化以后 那就完全完蛋了 完全就整个停摆 所以第三个减灾就是说 哪些可以数位化 哪些是可以接内网 那所以这些的模式资安风险必须都要主动是自己去挖漏洞 自己去做PT 去做渗透测试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谢谢仁补兄 仁补兄刚刚有提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主动式防御其实是一种新的一种防御思维 其实各国慢慢在推动了 第二个是主动式防御分为三个面向 归因 然后这个阻断 然后最后是减灾 我想这个三个面向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重点 好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再请教一下我们这个 延华的这个技术长 在第一个议题上面尤其在智慧化跟自动化在公控上面 带来资安风险跟供给项就您的看法 好 谢谢那个毛所长的引言 那么所长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OT今天因为要数位转型 所以这些设备的数据现在变得很有价值 那这设备联网数据拿出来 本来是要做正向的数据价值挖掘的这些用途 那当然你一联网 你当然可能就有一些side effect 那这些side effect呢 没发生事情都没事 所以上午上那个刘博士的报告 我觉得很精彩 很多老板基本上就说话 我过去做生意 20年这样过去也没事 那为什么现在我得要付你钱 来做这些所谓的资安 那么有事就有事 那有事有时候可能也蛮大条的 那么这个资安我个人的建议上不是一或零的二分法 而实际上是一个程度的一个问题 谈资安实际上是回归到就是这个设备本身 它用的数位化可程式控制的这些相依服务的叠构上面 它的逻辑漏洞上面 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对策 因为对于设备制造商跟设备使用者来讲 它第一个关注的是我买这个设备 能不能达成我要的这个设备的功能 至于设备的原厂 它用了什么样的一个embedded system 或用了一个windows的平台 在里面来协助它达成这个自动化的过程 讲实话对于业者跟他的客人来讲 不在他们讨论范围内 有时候甚至事实上 这是设备制造商本身的know how 他也不会跟客人讲 所以客人看到的事实上是 这整个设备来到他的场域的时候的功能 跟他的打包外装 那要连网拿里面的数据 另外再可能要付钱再买 至于资安这件事情 从来不会被讨论到 这是过去的一个案例 那最近几天上台积电发布了一个 就是他供应商的资安标准 因为台积电自己深受其害 深受其害 因为厂商进了一个 没有彻底扫毒的一个设备 再加上他内部自己的员工 也忽略掉没扫毒 所以就发生七十几亿元的损失 那么这么一个的教训 以及刚刚一开头所长提的这些具体案例 事实上我们如果看一下 每一个具体案例就有点像 现在的新冠武汉病毒一样 这个病毒出来 我们的人体没有抗体 所以现在大家纷纷用隔离的方式 在做对应 但是当疫苗出来的时候 当疫苗出来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会去接种疫苗 但是还是会有人不接种疫苗 那么举例来讲 Eternal Blue 当被发现的时候 很快微软就给了patch 很快 今天全世界还是有很多的微软的系统 Eternal Blue这个漏洞还是在 所以资安这个问题 不是纯技术的议题 议题 技术的话 各式各样的漏洞 因为里面逻辑叠过的关系 你说要完全没有漏洞 基本上是很不可能的事情 上海要伴随着一个组织的管理 跟运营的纪律 特别是人的脆弱性是最高的 人的脆弱性是最高的 很容易一个钓鱼邮件 那个命中率 在一个大型的企业里面 命中率基本上都不会是零 那么当你的组织里面 资安意识不足 然后钓鱼邮件来 跟你讲说你的密码过期了 然后你就去设定密码 然后密码就被拿走了 你有再多的资安技术也没用 所以是一层一层跌过上去 那么我们在谈所谓 主动式的资安 当然我们如果内建 组织里面能够内建 比较快速去透过正常与非正常 网络流量的分类 来提前发现可能异常的 我们IT系统 或者是OT系统的 这一个异常行为的时候 那也许有机会可以提前 进来做阻绝隔离 降低损失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总结而言 我们在看OT跟IT融合 这个必然一定会发生 而且会越来越普及的 这么一个大趋势 那么我们觉得OT的资安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因为现在的Bronfield 就现有的这些Legacy的Equipment 你不可能把它换掉 那如何跟这些 有很多脆弱性的设备共存 那么维持你公司 跟这些关键基础设施的 持续稳定运行 那中间如何 可以架设一些防火墙 一些阻隔措施 那么达成提前发现 然后隔离阻绝减灾 那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也有很多的方案可以进行 好 谢谢这个技术长 我想技术长延华 我想他讲出来的观点 代表了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在实物上面 看到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Security Level 我们是不是要能够 在不同的公共的环境 符合他们防御代价的 这个价值的Security Level 第二个部分就是Legacy的系统 好 我们一定会面对到 要共存怎么办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要如何去让整个的组织 能够跟得上技术 技术要跟得上组织 组织跟得上组织 自然的问题不是只是技术问题 好 那这个部分我想 再来就是请这个刘博士 来这个 请这个 总经理好 来帮我们来说明一下 分享一下这个议题 还是一样 自动化和智慧化 对 OT Automation其实做很久了 我想至少也做三十年 把大家讲 但是你讲要Automation 就是自动化 其实你就是要把机台连在一起 那只是以往你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要二十年前 你连在一起 你用Serial Cable 所以不见得造成什么灾害 但是从过去二十年 有叫Industrial Ethernet 工业的以太网 所以现在大家被以太网连在一起 当机台跟机台被以太网连在一起 就算你觉得你对外是主角的 但对内 就是个大内网 我觉得大内网是一个很大的质安风险 也就是说 这跟我们目前讲的Zero Trust 是背道而驰的 就是在这个大内网之下 每个人信任对方 但再回来看 以前我们IT做Cyber Security的时候 你会做Perimeter Defense 就是在门口摆防火墙 可是OT的问题是门口在哪里 因为你要让太多人进到这个厂里面了 你除了你自己的员工 供应商你要让他进来 机台维护厂商要让他进来 SI要进来 他怎么维护 他可能拿个USB烤东西进来 可能拿他的LayTub 然后连进来 所以你的Perimeter就消失了 因为他可以直接进到内网 而内网又往往相连 所以当一个虫进来 它就会散得到处都是 这是2017年18年 这两年发生最多的事 后来就被mitigated 因为人总会进化 所以这件事情 这两年发生的比较少 再往前就是Ransomware 那它可能就Leverage 智慧化大家的自然风险 什么是智慧 就Intelligent 机台要能自己思考 所以它得feedback data Data到Cloud 从Cloud再当下来 变成Decision 其实也很少公司 可以今天做到这么多智慧 但它总是开始 早上讲到 不管是被Customer要求也好 或是老板看人家有 对不对 打高尔夫球 第十动在等开球 拿手机出来 我要看加动率 它就要把资料送出去 那这个时候就开启了风险 那现在Covid Covid你要让很多人remote 能够work 所以你要让它远端 经过RTP进来 这些都是很多的风险 但实际上 我觉得智慧化带来的 另外一个层次的风险是 当OT大量采用IT技术的时候 你就让hacker觉得 哇 回到家里了 其实你回去研究 2010年到2017年 那些hacker真的是超强的 他要针对特制的 公控网络的特制设备 去找漏洞 像刚才毛所长提到 那个Triton 他得去买到 Schneider那台SIS机器 回来研究落点在哪里 这个成本多高昂 那现在智慧化了 有很多都是 Workstation Windows Server 你不用那么麻烦 你把他Windows打死就好了 所以 对hacker来讲 好像这两年 我想我们比较少看到 针对 公控网络的 embedded system 发动攻击 比较多的是 针对公控网络里面的 Windows 针对攻击 所以你能够把它加密 那这个就是 引发了另外一层的 层次的风险 就是你让 比较弱的 但比较为大家所知的 technology expose在 hacker的前面 那 但我想这件事 也会逐步被 medigate 对 谢谢这个刘博士 我想 我特别讲一下 刘博士是 大概我们在 在台湾资安界 做公控资安 非常领先的翘楚 尤其在趋势的 有情知的 分析的background 然后再加上它过去在微波 一些网通的经验 那我想这个 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segmentation 我想您刚刚讲非常精准 其实我们发现 原来这个 公控网络里面 不要segmentation 比较好 不要segment 比较好 因为比较方便 但是后来就会看到 扩散也蛮快的 那其实这个部分 我特别额外讲一下 就是 公控资安 其实有标准 像IEC62443 G3 它是系统面的 它就来看segmentation 网络环境的部分 那这个我很喜欢讲话 所以不如要控制一下自己 最后 再来我们请执行长这边 我想全然是个 技术底的公司 过去从密码的模组 这些 好我想请您来分享一下 公控资安这个看法 威胁的面向 各位好 那个我想 就是我是比较食物面的人 那我就跟各位分享 我的三个经验 第一个经验是 前两天发生 我一个朋友 他在做 债保公司的风险评估 那他受邀在一个 非常大的城市 他的那个地铁系统 要来帮他们做 Cyber Security的一个 算是前期的 这个视察 就是Gap Analysis 那他就跑来问我说 他说 那你要看一个这样子的地铁系统 它的这个资安风险的话 你要怎么看 那我就跟他先讲了 OT的这个概念 那OT就是 电脑出事的时候 它会带动的机器也出事 机器会把人的生命安全 那个造成一些伤害或影响 然后接着我就告诉他 我说 你要看这件事情 要从三个面向 至少要从三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面向就是 你要去看他的无线网路 那其实他说 Wi-Fi还好 我说不不不不 机台也有无线网路 他们可能不是Wi-Fi 他们是SubG 他们是IoT 他们都联网 那你要去看一下 这些地方 是不是有动 然后第二个呢 我请他去看一下说 是不是他们真的 做到了实体隔离 他说 这种网路一定是实体隔离 那可不一定 他有很多HMI的系统 可能要人介入 所以为了方便 就联网的状况 那也许 他有可能 就是 比如说 他要做一些资料的 这个 汇入汇出的动作 那这些地方 其实都有可能 那第三个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他们使用这些 随身碟之类的 这种存储设备 对他的这个机台上面的 这些实体的 这个连接的状况 那他听完 他就很高兴 他就说 要不不 今天晚上我突然觉得 我不太敢坐地铁了 这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风险 其实是已经存在 它已经面临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常常在讲Zero Day 其实 Zero Day就是出事的时候 你才知道 那我们根本不晓得 有多少的骇客 他们拥有的是经济 跟政治的目的 他们不一定 这一点可能跟 那个 那个执行长的概念不太一样 是他们不一定 买不起斯奈德的设备 所以事实上2017年 在沙烏迪阿博的炼油厂 就是因为斯奈德设备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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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错误 揣腾进去 就好显示 那个病毒的问题 不然的话就爆炸了 好 那我要分享第二个故事 是那个 上次台积电的那个事情 后来在那个之后没有多久 我去了一趟日本 那有幸参加了一些 就是半导体设备厂 他们的一个 治安的这个讨论 那他们都一直归因于 这个所谓的勒索软体 是因为USB带进来的 那 其实我是持一个 完全不同的看法 那 这个会中 我就问了他们 我说 那你们现在觉得怎么样 可以做好这个防御呢 那我发现大家 其实是一筹莫展的 好 一筹莫展就是说 那我归纳一个 当时的场景 那个结论就是 扫毒扫毒扫毒再扫毒 好 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第三个故事是 我有一天晚上12点多 到我家附近的7-11 去提钱 提款 那那个 就是在7-11那个银行 它的提款机呢 突然出现的是一个蓝色画面 然后后面呢 我就开始它重新开机 我终于知道 它是Windows 7 好 它这样跑跑跑 最后出来提款机 这些画面 Windows 7各位还会用吗 不会吧 可是你知道现在在公共领域 还有多少设备机台上面 他们没有钱更新成更好的作业系统 还是在用Windows 7 这些计算是微软 已经警告过 他们大家非常多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换 其实归因还是经济问题 因为没有钱 没有这个成本 去做这种大规模更新 所以OT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风险是 OT的Legacy System 它其实是生命周期太长了 它跟不上IT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要对它做非常高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防御措施 基本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问题是它已经先天 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已经非常非常依赖它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作为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好 谢谢执行长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 大概在2016年那时候 有一次很幸运 跟那个王美花 现在是部长 那时候治长 那时候去以色列参观一家资安公司 然后去那家资安公司的时候 他就介绍他公共资安解决方案 然后介绍完之后 然后后来有一个 我们的团员就说 我们这个都是实体隔离 然后后来那个 那个资安业者就说 通常我的客户都跟我说是实体隔离的 但是我们后来都发现不是 那我想这个 什么叫实体隔离 这个定义就是非常的挑战 那另外刚刚执行长提到一个就是 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需要场域 像我们要施耐德的设备 其实我觉得只有分层次 刚刚我都认同两位 因为认同两位不是我这个都要讨好 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如果你要买 整个公共系统的话 你要加上它的控制系统 加上它的PLC 加上它的DCS 这个是有被管制的 因为我们资安所其实有 在做公益局计划的时候 像买那个Emerson的Delta B 你买的时候他就跟他说 你不能乱搞 其实我当然不会讲 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做逆向 这个问题 但当然其实你去那个Amazon 去看很多卖DCS的 很多卖PLC的 甚至卖光碟操作手册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有心 要看用什么方法都要拿到原本的这个 好那我们到讨论第二题 我想时间我控制还勉强OK 那我就放慢一点我讲话速度 第二点我们的讨论就是对策 那我想先问一下请教一下 还是回到仁府这边 这个供应链资安我想现在是最重要的 刚刚那个技术长刚才提到 就供应链资安 我怎么去verify我上下游 而且资安同往又不是供应链里面 最重要的考量 那现在国际像CMNC啊 您怎么看这个 公共的供应链 刚才几个雨潭人有谈到 那个台积电的事情 那我们印象很深刻 就是李德财之委 前我老板院士的时候 其实有跟台积电 然后也促成了整个供应链资安的标准定义 所以基本上整个 以从过去的经验OT的一个 防御上面的一个经验来讲 我觉得标准化是一个最重要的 那标准化的重要之下 怎么样能够达到主动 那主动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那我现在刚才 我刚才总经理有讲 他说他就是 那个提款机露出那个问器的画面 本来我以为他爆点说 转转在旁边看全会不会喷出来 但没有啦 就是看他怎么修啦 因为我们骇客圈人都喜欢 那个全会不会喷出来 那总经理下次要打给我 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 那个自动化以后呢 那个防御的策略 除了第一个标准之外 第二个事情其实美国他们 他们其实我看了很多的策略或政策 他们第二个要想的是 怎么样做垂直领域的 垂直领域 那垂直领域当然大家在想 就像刚才 刚才主持人讲的CNNC 什么是CNNC呢 就是说美国主动式防御 是一个配套措施 包含从 它从军事开始做 什么是军事呢 所以你一个军事的用品 资通讯用到资通讯用品 要卖到美国 从今年的9月开始 所有东西都要做 成熟度评估 从晶片 到所有的设备 那所以为什么台积电现在急了 为什么大家都在谈中心 中国中心的问题 不要卖给中国 所以垂直从晶片 一路到整个系统 全部都要做 自然 然后要给一个所谓程度的一个 所谓一个评估 除了标准 还有所谓的CNNC之外 第三个 我觉得就是合规 那合规里面 就是说 我们在OT的防御策略里面 要思考的方 合规里面要分成两块 一个是政府的规定 我们有讲 第二个是供应链本身的规定 所以供应链本身的规定 我觉得应该是要 慢慢那些供应链大厂 会因为政府的规定来制定 例如说 我们台湾常常在做的 就是目前我们在医疗 我讲这个 等一下你比较可以接给杨技术长 我们在医疗领域 从A级机关 现在已经到区域医院的 B级机关 大概有550家 全部都要开始导入治安 所以这个合规性的资安 到底从IT怎么样做到OT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主动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测 所以现在红队也很红 PT台湾有5家公司 第一个是用主动式防御去测 第二个部分 就是透过所谓合规性集合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所有产品你买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些 政府的标准规划 像吸引人吸 所以未来的OT的产品 跟IT的产品一样 会有一套的资安的东西 然后会不会给一个标准化 当然NIST还在做 那最后 当然就要对接垂直领域跟水平 水平的话 就是美国在讲的Clean 它有6个Clean 什么CleanAPP Clean网络 CleanPaste Clean Internet 有6个 那这个整个就会有一个完整 谢谢 好 谢谢这个仁府 我想请仁府 就会从这一开始 就从最大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供应链安全 从制度面这个部分 好 那我想请这个技术长 那我想在严华这边 其实有遇到非常多 这个实际供应链安全 或是在OT防护的一些case 要包含医疗 智慧制造的 那您在这一块 在未来我们在发展上面 有没有什么侧重的要点 我会建议我们 分层次来看这个问题 那第一个上就是 我们谈供应链的话 基本上就还没买 那他们是我们的供应商 或是买了之后 买了他们的设备之后 依赖他们后续的一些维护 那这个约略 基本上就代表说 跟供应链这边的对接 我们预计买的是 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新的产品 这基本上我们可能把它叫做 Green Field 就还没有 还是新鲜的啦 还有机会再调 那当然我觉得 这对于新的设备来说 以往我们侧重的是 它的功能 但是内部的 它的资讯的处理 跟网络对接的这些的强固性 那以往不太重视 那么当然现在 以台积电前几天的案例来讲 它基本上就要合一个特定规范 那么最近上是 IC62-443很红 很多公共产品的厂商 基本上也很热地 期待他们的整个产线 以及他们的产品 可以符合这个的认证 但是这个认证 可以把这个资安的成绩 拉到一定层次 那么我们还要想一想看 就是面对就是已经 已经在field 当中 在这些可能是 mission critical 的 这个installation 这个infra 里面 已经开始在用的 这些设备 我们如何 可以持续拿到它的 这些productivity 然后可以降低它的 这个资安的风险 那这边的对设计 让我们看起来 几个层次来看 就是用的这些单体系统 本身的patch label 你要尽量的update it 那patch label没有update 有时候不干 不光光是经济考量 很多时候是patch完之后 系统就不会动了 是没办法patch patch完之后 它上面有一些相依服务 它的应用 它因为patch完之后 可能是哪一支driver 或哪一个API界面 这个不一样 所以它功能就不动了 你没patch 反正哪一天发生事情 也不知道 也还没发生 所以就走一步算一步 过一天算一天 老板也还不知道 客人也不知道 所以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 实际上在业内 事实上是 想说还是蛮普及的啦 但是 从这个legacy的系统本身存在众多弱点的这个现况 如何整理 从整个公司跟整个产业的心态 开始正式面对他们所面对的风险 这个本身我个人认为当然是法规会有帮助 那个人产业标准会有帮助 那么另外一个事实上是持续宣导整个产业的业主 理解 面对 那 该花钱要花钱 因为 你就是有很多病的那个疫苗你都没打 那以为你没事 但是遇到的时候你可能就进交互病房插管 你还愿不愿意冒这个险 然后评估一下想想看 那另外所谓的IT防御策略 我们刚刚谈的是一个技术层的问题 那我们从technology往上到所谓的management 那像ISO 27001 那前一阵子也很多人在谈 那对于金融服务业来说 讲白了大家忙半天最终就是要赚钱 那金融服务业一般也都会主动去过这个ISO 27001 但是这个一个比较是文件跟内部作业流程的一个规范 那么事实上还得再往上一层 就是我们day to day 每天的活动 这个operation side 到底有没有这个资安意识的深化跟落实 你买到一个新系统进来 你的default password你改了没有 你的parameter 你对于user的要求 那个整个资安的强固性拉升了没有 很多时候事实上你买的系统本身都有很多的资安的配置 但是买进去之后 你到了客户那边去 他该启动了没启动 因为他不知道 或是他没想到 那也没有集合也没有验证 也没事 直到有事才会知道说 原来有好多这个default密码没修的 或是这个配置该补的 没有补强的 或是后续该上的page 没上的 事实上每天每天的过去安全这件事情 有点变成事实上是一个afterthought 直到事情发生为止 所以这事实上是一个每天 都要有高度敏感性的事情 就是我们建立基本上就是 在跟客人对话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资安的意识一定要拉上来 那从技术到组织到运行 运行上就是人的issue 这要全面的去持续的提醒 持续的更新 持续的深化 这个警觉度不能松懈 不然的话你的组织的风险相对 就会高很多 好 谢谢技术长 我觉得这个非常深沉的看法 那我觉得其实资安 往往大家说大家都不重视资安 我觉得有个关键是 我们要凸显资安的价值 那这个资安的价值呢 过去是说我不要被害 然后我不要造成这个服务中断 但是我把这个前面两个议题 我整合一下 它其实在讲一个供应链的稳定性 跟可靠性的价值 那如果说今天做好资安的话 其实可以赚大钱的 好 我想这一块是 因为我在法人 在研究机构 所以往往要推动这个产业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要这个 要让大家能够知道它的价值 那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在合规面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今天在座很多都是 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都是骇客 或是这个技术人员 那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 技术人员如果说都是规范 那我到底我的技术研发怎么切入 好 我就很快回ACO一下 因为刚很有感觉 就是说其实我们技术研发有时候 除了去找漏洞 做渗透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做合规工具 我们想办法帮它辅助它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 它要落实的时候 会花非常多的man power去做 如果让这些东西自动化 或刚刚所讲的叫主态 在美国叫GCB Configuration的那个Base Line 如果怎么样去自动 deployment进去 然后落实 其实可以让整个的这个 资安的防护变成 人的因素会降得越低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 其实在从资安业者的角度看 这个以后我们这个防护的这个要点 是不是可以请这刘博士 来帮我分享一下 您现在在做的部分 跟您的看法 这个未来的部分 谢谢 谢谢首长的提问 对不起我讲这东西比较美丽 因为我觉得题目好大 所以我们说合规 合规其实简单讲两个字 你去看这个规范写得也不复杂 但实际上就很难 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跟一个车厂 一个车厂是我的客户 他们是做汽车零件 他们全球有18万人 那他们就想知道 他们到底 厂里面有哪些asset 也就是说我到底有什么设备 我到底哪里有弱设备 我才能保护 我只能知道我有什么 所以他们就订一个plan 开始我们说清点 我所有的工厂 我有133个工厂 这130个工厂里面 到底有多少设备 是什么设备 什么OS 上面灌什么软件 那件事情花了他们三年 整整三年喔 什么是 什么什么Security 还开始布 光盘点这件事就三年了 然后我早上有讲到一家坐飞机的嘛 我跟那个坐飞机的雪儿之间 是在西雅图 我就说 对 你们 你们对这个资产的盘点做得怎么样 我说人家就是买什么 买H&M买进来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OS 他说有啊有啊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 我说你们公司这么大 有办法把你们的资产盘点 完全不容易 他说没有没有 那个我也不知道 我是说 现在开始我们新买的设备 会说里面是什么OS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从上面往下看 定规范其实是相对清楚的 很有逻辑 但是到实务上 对不起我刚才讲的公司 都是规模几千亿上造的公司 没有小公司 我没有 我到现在没有跟小公司谈过自然 都是大公司 所以他们遇到的困难 就是这么多啦 那所以 当然如果是做油做电做水的 我们就可以先从规范开始谈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是被政府要求嘛 政府说你要合规regulation 所以他是照着做 但跟工厂跟制造业 其实他只担心 我会不会停工而已 对 你告诉我 我出道最大的事 我不要像我朋友那样停工 我要做什么事 通常我们就会建议他说 首先 你要identify 你最弱的设备 你最弱的设备 跟最关键的设备 什么设备是最弱的 就是什么Windows XP Windows 2000 甚至Windows 7 它们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光知不知道这件事就不容易了 我刚才早上讲 那个艾斯莫尔的石科技里面 九张板子 哪一张是Wind XP啊 所以你要怎么知道这件事 你才能够保护它嘛 所以保护弱设备 那第二个是保护关键设备 哪一台机器挂了 你就停工了 我们在台湾或是在国外 看到一些ransitware的例子 它不是专门要打OT 它就从AD 从AD server去派送 所有能够在AD server domain上的 就一起被锁起来 那OT可能有些关键server 随便讲database好了 OT database被锁起来 它就停工了耶 所以 所以它也不是专门为了OT写的读啊 只是 就是OT就被打死了 OK 那所以什么设备死了 你会停工的 那我们要怎么保护 那第三刚才提的 不要是个大内网 你一定要做内网 segmentation 为什么 因为你想把灾害隔离在一个小网段 不要把一个incident 变成一个major的cyber breach 就是incident跟breach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出现灾害 我能不能1%生产力遭受打击 而不是100%的生产力遭受打击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眼前建议最有效的了 但往前我们还是希望 它应该要有一个across whole enterprise的visibility 从IT、OT、IoT 它都能够有一个单一的console可以看懂 谢谢 那刚刚这延续 刚刚没套好招 这个 第一个是configuration的问题 其实这个大家都遇到 而且很复杂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在这个 在因应上面 是不是真的要做好实体隔离 其实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好 那最后 再来我们请这个 警长这边 再从您的角度 我想 资安的这个新创 其实再从这块切入 您的这个观点 我先把我心目中的一个小矩阵 分享给大家 就是从我们在做防护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OT的资安应该有两个轴 那其中的一个轴呢 是分所谓的traditional的IT device 跟所谓的non-traditional的IT device 这怎么分 就是基本上你看到那些server 跑的什么那个Windows Linux 这些东西 那是我们所熟悉的IT的设备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是不归这里的这些东西 他们用了IT的technology 放在processor上面做成embedded 它可能很便宜的 好 比如说sensor 比较贵的 它可能是像Signite的这样的SIS的系统 那这样子的这一个轴 再配上的另外一个轴上面的这个防御观点 就是要在部署前跟部署后 这样子的一个矩阵乘起来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整个OT防御的样貌 那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在这个矩阵上面 IT设备的这个所谓的部署后的部分 其实应该是大家最常探讨的部分 那这也是最核心 因为它是就是现在的什么 扫毒啊 勤资啊 好 这些这些所谓的防御的 那我个人把这个东西定义成是 我们人要维持健康有两个部分 你要做定期的健康检查 有病要医 好 然后要去打疫苗 这些东西都是预期 好 你应该生病了 好 才发生的 但我们还做一件事 我们定期要去健身房 要regular的运动 要吃健康的食物 那个是一种就是内部的内功 让你的抵抗力 你的防御能力会越来越好 所以其实我特别highlight出 这样子一个矩阵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矩阵里面 还有好几个空格 是需要被填 被探讨的 那我们应该要在这些地方 把我们的control和policy设进去 这样子才能够比较全面性的 帮助这个产业 在OT的安全上 有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思维 好 这是我的分享 好 谢谢这个 这个梓英 梓英长 刚刚讲到这个防御一个矩阵 我觉得通常这个矩阵 我们都可以回去检视一下 我们是不是在哪些层面有做到 好 那我想我们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开放现场 有没有参与的伙伴想要来提问 或是来做一些观点的分享 其实主动式防御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刚才讲不可买那个设备嘛 可是国家可能买 现在的话就是武器化嘛 那我们对岸 这个如果要打买赛克再请一看帮忙 因为如果讲到如果中共的攻击 大家有concent的话 那我想不只是很多因素啦 就是说国家化的攻击 骇客升级到国家化的攻击 所以这个OT上的攻击就更强烈 例如我的好朋友说 以前资安大会 他们就去过一场某个国家 发现那个国家把所有的病毒拿去OT设备 试验 试完以后发现哇 这些可以拿来用 这样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刚才大家其实有讲了 那系统相依性到底怎么样解决 可以问在场的几个 我觉得我最想要问杨技术长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实在是台湾之光 股票也很高 以前有买过 所以可以来请教他 好 要不要 这个人发明的电脑 这个电脑各位想想看 它实际上是一个程序逻辑的组合 那这个程式逻辑表现出来的功能 可能是正向的 可能是非本意 所以倒回来就是说 当我们设备也好 我们IT系统也好 普遍性的依赖某一些运算设备的时候 这运算设备上不只是Windows 虽然现在Windows被提到很多次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微软从来不需要赔一毛钱 因为他就说不然你就不要用 你就先签了我这个免责条款 不然你就别用 所以全程之下 反正大部分时间没事 所以就用了 用了之后 上各位如果到MITRE CVE 网站看哪一家公司的漏洞最多 各位前三名可能是微软 Apple跟Google 你还敢用吗 我还是天天用啊 那么我要倒回来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是一个风险跟它的所谓的utility 风险跟功能的一个权衡 风险跟功能的权衡 那风险没发生 它的代价是零 发生的时候代价可能非常大 可能是人命 那么对这个风险意识讲实话 到目前为止 多数的业主 意识普普 因为多数的时间没发生 但像Ransomware 之前盛行的时候 很多本来非预期的受灾户 很多啊 很多像是在美国的 譬如说它的county 它county的office 或者是一些二三级医院的 挂号电脑 那基本上都中招了啊 因为它的资安意识是不强的 现在绕道就是说 这个工业使用的运算平台 一样啦 工业使用的运算平台 事实上 在延华的内部 我们office跟RD的网路 跟生产区域是绝对隔离 这两个是不同的网段 那中间的package 事实上讲实话是 也不同的AD 所以基本上就有一些隔离 隔离还是隔离 还是会有些弱点啦 因为导入的系统实在太多 太繁复 然后以OT来讲 重点在它的utility 那security事实上是一个 讲算没发生 不会有人care的事情 那刚刘博士讲 他到西雅图那家飞机公司去 问说你用的OS 他说新的有 旧的我也不知道 因为以前我们从来不care 没有想到要care 所以这边 倒回来讲 就是说 那个 那个 王总监事实上 对于所谓的医疗的 治安 我们特别有兴趣 上一进医院里面 通通是运算平台 在各式各样的设备里面 以及在IT系统里面 那相当程度 我们也是提醒就是所有的用户 也不只是医院 你能上patch 一定要patch到最新版本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就卡住了 因为原厂不愿意上 上了因为不会动了 那不会动他们也没办法改 因为原来开发的programmer 已经不在了 那这个因为生命周期又很长 他可能已经用了20年了 都是这样 你跟我讲说你有漏洞 我今天也无法可施 那只能从外围去做防护跟隔离 还有人员的自安意识的持续训练 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组合 就是设备它的弱点 跟它使用团队的意识的提升 来如何避免不要踩到这个地雷 以及这个地雷不要被从外部去引发 那么里面能够除掉的 这些问题尽量去除 但是除不完的讲实话 你只能跟它共存 态度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就一定我特别在强调就是说 人的因素很重要 知安意识很重要 能够持续patch 有疫苗你要就去 就一定要去打 那不要在那边皮皮的 以为事情不会发生在你头上 对 如果可以 其实很多 我们刚才早上提到 很多OT Securities IT run 我跟几个关键公司的人谈过 其实他们是不patch的 就是说他不是慢慢来 他不是不patch的 他根本就不会去碰基台 他把他框起来 我就假设hacker不会进来 进来那就出大事了 我也没办法负责 但是我先假设他不会进来 我把他框起来 因为那个问题太复杂 没办法处理 这是现状 但我很同意刚才仁府兄说的 就是说基台 特殊的基台 那国家是有钱的 我跟他报告 其实如果上网查 我们经济部那个 我们有登记嘛 资本额三亿 我第一年发预算两亿 我第一年就花掉两亿了 其中有很多就在买设备 就是如果去我公司的lab看 我有那个欧系的日系的台系的 什么 HMI啊 PLC啊 就买整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知道 我要 对啊 我就要reverse engineer他 想知道协定跑什么啦 然后弱点在哪里啦 然后我们researcher可以发点零倍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很多都是windows 可是我觉得会被mitigate 今天 OT很少发生像2017年之前 说买整个 比如说Schneider回来研究 我觉得是因为 现在不需要 他根本就打他很熟悉的windows 就能够达成那个目的 从Hacker角度来讲 我到底要干嘛 我要引发动乱呢 我是要偷钱呢 我是要让你operation outage呢 我这样就能达成目的了 我不用那样 但这件事逐渐会被mitigate 所以我认为在OT的cybersecurity 未来还是应该要 针对OT的协定 OT的control command OT的application 应该有专用的 研发能量在上面 才能够真正做到OT的保全 谢谢 谢谢刘博士 这个 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 这个 那个 我对于这个 风险的这个成本概念 基本上我们认为就是 刚才刘博士有讲到 是把你的那个资产盘点出来以后 然后乘上你的风险的系数 然后对你造成的这个所谓的damage 做一个总加 所以其实资安的投资 本来就是应该要是你的营运成本的一部分 可是很不幸的是 因为以前这种事是不会太常发生的 它的risk的rate太低了 所以算出来是可以被忽略 那我觉得在新的这个 这个时代的这个状况 其实大家在不管是作为一个设计者 作为一个使用者 作为一个违运者 都要把这个资安成本放在里面 那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说在这个场域里面 其实我觉得比较少 大家会highlight出来 谈OT security 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OT security 我刚才有在强调 就是有部署前跟部署后 那部署前其实要做的事情 事实上是做安全的设计 那安全的设计 你要知道哪些东西 它天生是不安全的 比如说软体用来加密 软体是不安全的 因为加密的钥匙是被偷走的 所以你要先有安全设计的概念 你才能够建构出一个 具有主动防御能力的一个设备 或者是系统 然后第二个呢 做完了之后呢 你应该要去做渗透测试 那现在的网路的渗透测试的部分 已经是很普遍的 那可是在设备端的渗透测试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红的议题 而且非常新 那我觉得其实要尽量的考虑 就是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之后呢 送到认证实验室 或者是找到熟练的骇客 他对你做一些攻击的演练 来去确保他的这个设计的 可以抵御这个攻击的能力 那像就刚才就提到认证 像我们公司现在的产品有在跑认证 我们不但私底下花钱 请了白帽骇客 帮我们做攻击的演练 我们是做设备 硬体设备的 然后我们也把它送认证实验室 认证实验室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考量 那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认证 认证其实不是只是认证的产品的安全性 其实它还要认证你的产品开发的安全生命周期 应该叫做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那还有就是供应链 事实上你所引用的这些component 这些下游的厂商 它们是怎么样去确保 能够达到你要的安全使命 那这是我在结尾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这个 我今天很感谢今天四位语壇人 这个一直很多的分享 那我想最后我补充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其实大家刚刚在讨论过程中 看到一些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 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尤其在OT跟未来的5G 就是场域 以前我们的资安研究 拿自己的Windows出来做逆向 这边跑一跑 看风暴分就OK了 我们现在没有那个风暴 没有那个作业系统 没有那个场域 但很感谢就是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这个李院士 这些人在这个 在这个当资委的过程中 一直在推动这个 我们国家在做这个特殊场域 八大场域打开来了 打开之后 其实里面我们在做技术研发 有个叫做Unfair的技术优势 Unfair的技术优势是说 你有这个场域 我没有这个场域 我可以做你 我可以比你更超前做这方面的研发跟研究 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 在现在开始又继续往下推 我这个Unfair到我们这边来之后 其实跟我讲了好多 就是像我们在沙伦 在宜科 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公共场域 我觉得这是给大家的第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要投入这个OT的研发 其实找到场域 找到好的公司 找到好的法人机构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好 第二个呢 其实关系就是认证 不是每个公司都付得起认证的钱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办法 让认证的实验室 大家可以共同承担这样的成本 然后认证里面其实有认证工具 我知道像Synopsis 做公共的设备认证 它一直在玩一个东西叫做Vaser 然后你看最近的Top Conference 其实都在讲说 如何去做不同的Protical 或Kernel的Vaser 所以我在想这部分 其实也是 也许可能是各位与会的来宾 还有参与的伙伴们 一个方向 好 那就今天很谢谢这四位伙伴 也请大家给我们这四位语台人 一个掌声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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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